把姜豆放进滚烫的开水中煮一煮 出锅瞬间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姜豆在开水中煮至20秒钟 用漏勺捞出 立即放入冷水中降温 姜豆完全降温以后 姜豆捞出顶刀切成碎末 切好的姜豆放入大碗中 下入精盐一勺增加地味 下入一勺胡椒粉增香 下入一勺鸡粉增鲜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把鸡蛋和豆角搅拌均匀 倒入大半碗面粉 下入半勺清水 把面粉姜豆和水搅拌均匀 搅成稠稠的护状就可以 再洗干净的西红柿一个 锯除西红柿的根部 这一步要把西红柿切成小丁 西红柿丁切的小一些不要太大 切好的西红柿放入碗中备用 再洗干净的小蘑菇 把小蘑菇顶刀切成串端 切好的小蘑菇放入碗中备用 大葱一根葱中间切开 把大葱顶刀切成葱花 切好的大葱花放入碗中备用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大葱花 把大葱花炒出葱香味 下入切好的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本身的汁水炒香 烹入半勺生抽酱油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提前准备好的开水 锅中的汤汁完全开锅以后 把豆角面护集成小丸子 集好的豆角小丸子 一个一个的下入汤中 下入切好的小蘑菇 下入精盐一勺 下入鸡精一勺 下入胡椒粉一勺 锅中的汤汁完全开锅以后 把小丸子煮至两分钟 拎入打好的鸡蛋液 拎入少许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 一道非常美味的豆角丸子汤就做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中文字幕——YK MING PAO TORONTO